孩子兴奋拍手 因为天降甘霖 为极度缺水的加萨地区 带来一场及时雨 有些民众感谢上天 终于听到他们的祷告 有人畅快饮用雨水 好好解渴 也有民众拿起桶子接水 准备用来清洁 不过加萨地区气候匹变 风雨同时也对流离失所 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多挑战 他们在满山后 这些活动的体制 全部的活动都在满山上 我们的身体和孩子 像你们看到水 看土地的方式 我们在沙发 我们在沙发 在沙发 我们在沙发 不然会不会在沙发 不然会不会在沙发 我们在沙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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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在沙发 毛毯 衣物 全都在滴水 由于流离失所的民众带着孩子 多半在帐篷里铺着毯子 洗地而睡 湿漉漉的地板让生活更加不便 加萨突然降下的大雨 让难民忧喜参半 许多人担心冬季大雨 恐让已陷入绝境的生活更加艰难 大爱新闻 吴贵真编译